年轻女教师刚结束晚自习 就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被一辆红色面包车当街拖走 三个小时后 她被人丢到了临省的郊区 甚至还遭到了多人侮辱 那么到底是谁对她痛下黑手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咱们接着往下看 女教师名叫张月 湖北省老河口人 事情发生在2010年11月 当时她刚刚领完结婚证 马上就要举行婚礼 某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 给学生上完晚自习 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不知什么时候 身后突然多了一辆红色面包车 当车辆行驶到她旁边时 一只手突然从车内伸出 张月还没来得及 走出一点反应 就被拽住头发狠狠拖进了车里 整个过程不到5秒 对方甚至连脸都没有露 仔细观察 检孔画面可以看到 面包车的车门 一直都是打开的状态 另外车牌也有故意遮挡的痕迹 很明显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作案 据张月回忆 他被拖掌车以后 对方就立刻蒙住了他的眼睛 他的脑袋被死死地按在车座底下 他拼命挣脱求救 可迎来的却是一顿毒打 不知过了多久 车子终于停了 然而这伙人把他拉下车后 竟然直接在路边轮番侵害了他 完事以后 几个人就驾车离开 留下他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等他把眼罩取下 才发现身上所有之前的东西 都已经被拿走 由于当时已经是深夜 他也摸不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 只能拖着残区向人求助 而与此同时 家住河南省南阳市的王大爷 突然被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惊醒 他不禁吓了一跳 毕竟他住的地方比较偏僻 附近还有许多坟地 这深更半夜的谁会来家里找他 大爷壮着胆子 从门缝里望出去 只见一女孩正在抽气 这个女孩就是张月 张月哀求他帮帮自己 并将刚才的经理全部都告诉了大爷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王大爷赶紧把他请进屋里 并且打电话报了警 可惜张月并没有看清那伙人的脸 也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 警方知道从DNA上入手 经过检测发现 对张月实施侵犯的至少有三个人 办案人员在对比了数据库以后 很快就找到了二号嫌犯 然而就在警方前去抓捕时 事情却变得更加扑索迷迪了 女教师玩自己下班回家 再繁华路段被一辆面包车掳走 车上几人对他轮番侮辱 完事后还把他丢到了临省的郊区 后来警方通过DNA 锁定了一个名叫吕迎斌的嫌疑人 他是河南邓州人 外号大头娃 零六年曾多次抢劫 吃过将近四年的牢饭 由于经常干些小偷小木的事情 在老家十分有名 警方当即决定去会一会他 可是当办案人员来到他家时 余英斌的妈妈据说 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他联系了 而且电话已经停机 警方走访了周围的邻居后 也证实了这一点 既然线索断了 警方只好改从女教师张玉的社会关系查起 不过张玉的人际关系交往十分简单 平时也为人和善 另外他和男朋友的感情也很稳定 甚至正在筹备婚礼 警方怀疑会不会是他的前男友 知道他要结婚 对他进行了报复 可经过调查后发现 他只谈过一任 正当案情陷入困境时 警方突然受到信息 在离老河口市不远的襄阳市 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轮迁案 这个女性受害者 也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下 被人绑架了一辆面包车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对方主动问他要了银行卡的密码 警方当即对比了DNA 确定和张玉案件中 一号闲人的DNA是一样的 办案人员推断 这两个案子很可能就是 同一个团伙所为 由于数据库里没有此人的信息 警方决定从银行卡着手 经过夜以继日的派查 终于找到了前来取向的嫌犯 遗憾的是 嫌犯的警惕性很高 全城都戴着口罩 警方根本无从下手 而与此同时 河南邓州也传了一个噩耗 李英斌被找到了 但人在农田里 已经成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法医判断 李英斌是被戾气致死 死亡时间是在半年前 也就是张岳那起案子发生之后 警方再次调查了 他的社会关系 急进辗转 终于找到了和他一起 失踪的女朋友燕子 给予燕子回忆 不久前 李英斌曾给他发过一条短信 莫名其妙地提分手 后来甚至还专门找了个女生 让燕子不要再继续纠缠 而他最后一次见李英斌时 他正和邵洪光在一起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 那条短信发动时 李英斌早已经遇害 也就证明有人冒充他 警方猜测背后的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李英斌的凶手 而且还是他的同伙 很快 办案人员就将目标 锁定在了邵洪光身上 在调查室以外发现 当初那名取账的男子 竟然就是邵洪光 平时李英斌喊他为师父 经常去他家吃饭过夜 当地的村民介绍 邵洪光是出了名的恶霸 大家在路上碰到他 都得躲着走 邵洪光抓回来 我们警察人员都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案子 首先证据都 首先证据都已经固定 今天证据都已经固定了 百分百度他转来干 然而当警方对他进行审问时 他却死活不承认 甚至还将所有线索 全都引向了 已经无法对证的 李英斌身长 就在办案人员 不知道该怎么破局时 邵洪光的一个举动 却主动为警方找到了突破口 女教师晚自其下班回家 在繁华路段被一辆面包车掳走 车上几人对他轮番侮辱 还把他丢到林省的郊区 半年后警方终于找到了 其中一名嫌疑人 却发现嫌犯早已经遇害身亡 这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邵洪光被拘留了几天后 终于按捺不住 并开始想办法向外面的通货 传递消息 他提出要给家里寄件衣服 警方仔细检查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知处 只是没有了拉锁 此时一位细心的警员突然抢起来 邵洪光来的时候 拉锁是好的 警方反复思考其中的含义 终于意识到没有所和没有说 这两个读音用河南话读起来很像 警方决定将己就计 将衣服送出去 并且时刻关注 果然当邵洪光的老婆拿到衣服后 直接奔向了一个名叫徐培晓的人手里 警方发现 此人平时以养殖金鱼为生 名下有一辆红色面包车 和拖走女教室张玉的作案车辆 几乎一模一样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办案人员伪装成买鱼苗的顾客 假装和她谈生意 趁机将徐培瑶扔在地上的烟头捡了回去 后来经过DNA对比 警方证实 徐培晓就是张玉案件中的第三个嫌疑人 自此三名嫌犯全部落网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徐培晓承认了所有罪行 并交代邵洪光就是他们团伙中的老大 负责策划组织 李英斌制二八手 之所以遇害 是因为分赃不均 当初李英斌本想将红色面包车拘为己有 可惜被邵洪光拒绝了 两人大吵了一架 后来李英斌提出散伙 邵洪光担心他嘴大 把事情说出去 于是就让徐培晓帮忙杀人灭口 翻这么多案子 都是他一个人的助长 不管是手段也好 不管是干什么大事小事 得知同伙已经全盘托出 邵洪光也忠于坦白 他表示除了他们三个以外 还有四个同伙 他们长年流窜于河南湖北两省 专条独自走夜路的女性 主要是为了劫财 而他们之所以还要劫色 是觉得受害的女性会因为顾及面子 不敢报案 只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 许多女性已经觉醒 敢于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2012年经法院审理 最终判处邵洪光死刑 其他五个成员分别是死缓 无期徒刑 以及有期徒刑12到19年不等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持善良 敬畏生命 保护好自己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